十岁的选手只跑出了11秒21的成绩 宁若孙山 事隔几个月 今天他跑出的10秒79的成绩 却超过了世锦赛冠军的成绩 如此大的进步 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过 没有 出了10秒89的好成绩 也超过李雪梅昨天刚刚创造的新纪录 女子白米这样的成绩 不仅让人们对中国的短跑项目 也开始乐观起来 马家军的表现也再次引起人们的注目 马俊仁教练麾下的选手 夺取了女子1500米跑前8名中的7个名次 冠军将拨3分50秒98的成绩 直逼世界记录 如果不是屈云霞在跑过200米后意外跌倒 在马家军的集体努力下 0.52秒的差距肯定不会存在 世界记录将会被再度改写 马俊仁教练坐在看台上 人们希望能再看到他大吼一声破了 可他目前仍在为队伍的居无定所 衣食无着而忧心忡忡 难怪当双新集团老板将80万元奖励 交到他手上时 他要如此大张旗鼓地向新闻界做出宣传呢 男子1500米的成绩 您战胜了阿联球队 好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引起人们太大的兴趣 因为夺取金牌的都是人们熟悉的老将 女子气象全能冠军马苗兰 停讯已有两年之久 练球冠军仍是江西29岁的老将毕中 而71米26的成绩比他在8年前创造的全国记录 77米04还差了很多 女子铁饼冠军依旧是29岁的河北肖雁玲 她在92年创造的全国记录也纹丝未动 这些老将今天仍夺取金牌 让人们想到